漏掉這個Sales Amount的欄位 除了香橙之外 還要簽分位 簽分位輔放要在簽的地方有個痘點 應該有印象 然後要取到小問題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做 剛剛有發生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因為2016以後的版本才會有的問題 只要你變成表格的話 以後名稱前面 一律要加小老鼠符號 不然的話 他會出錯 特別是只有2016以後的版本才會這樣 這個之前的版本不用 但現在就要 所以你只要記得 反正是名稱前面就加一個小老鼠 這樣就OK了 這是他規則打勾一下 這個就OK了 這邊一樣 剛剛不是只要是名 唉唷,我這邊本來是用B2 不對,因為他說一定要名稱 所以本來用B2 所以請你把它改一下 不過點一下他變成 用AdsReach 有沒有 點的話他自己會轉換 本來是點B2 所以表格跟範圍都不一樣 範圍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表格有時候滿麻煩的 表格一定是用一欄的概念 而不是用一個儲存格的概念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所以請你把它改一下 要怎麼改 本來是B2 然後剛剛是打B2 然後不是B2 記得把它改F3 然後是指向這個 叫Ratual的欄位 然後呢 新的版本比較麻煩 前面還要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也就是定義名稱的話 前面一律要加錢的符號 不是錢 跟正一樣 是小老鼠符號 OK X OK 那這個有點像是指向哪個欄位的意思 OK 反正你就記一下 新版才要 旧版不用 好 這樣就OK了 那剛剛還有一個地方我漏掉 就是在C的部分 這個地方的話呢 要千分位符號 然後再加上小順的第二位 所以請你把什麼呢 把G2一直旋到底 Ctrl就向下 這個範圍 那千分位符號在哪裡呢 其實就在這裡 那一個豆點 很大一個豆點 大到有點感覺怪怪的 OK 這邊好像有一個豆點 就像蝌蚪的東西 這個叫千分位符號 按一下 這樣就OK了 然後他說要小碎兩位 所以你目前看一下 預設的兩位 所以不用改 點一下 當然如果他要整數 你就把它減少 減少這樣就是整數 那兩位 就是一粒兩位 這樣就OK了 預設已經兩位了 所以確定是不是兩位 沒錯 那就OK了 所以再看一下 小數點位數兩位 有沒有 所以 以後你要了解證照 其實我覺得啦 就是細心啦 看懂 然後做出來 其實就OK 就一定可以通過 我覺得 我自己去考的經驗 大概這樣 因為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每個地方我都是 按照他上面給的指示 我把那個動作做出來 然後確定是他要的 那這樣很自然就通過 而且感覺好像 沒什麼太大的壓力吧 主要是做熟練之後 考試好像 雖然給的時間 大概是四十分鐘 可是如果你做得快十分鐘 都做完了 剩下的時間 就慢慢再去檢查 比如說針對哪個地方 然後把他打勾打勾打勾 最後就一百分了 OK 所以其實我想你們 對你們來說 應該沒那麼困難 你說這有什麼困難的 只是剩下就是說 你要願意花時間 而且甚至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比人文的東西還簡單 為什麼 因為就是 會就會嘛 不會就不會 就這樣而已 他不會說有灰色地帶 沒有好像會一半的 或者是 有很多其他的變音 OK 最後就是建立 這個好像剛剛做過了 所以最後的話 現在F F就是列印 把他列印出來 就剛剛 那另一部分 我剛剛講過 設定基偶頁不同 我們來看 列印我怎麼做呢 就是頁面配置 我習慣從這邊 反正所有頁面配置 從這邊版面配置 點下去 首先的話 就是要基偶頁不同 那基偶頁怎麼不同 其實我記得在頁面 頁手頁尾這邊好像就有了 頁手頁尾這邊 有一個叫基數頁與偶頁不同 打勾就可以了 這個就F的第一題就完成了 第二題的話 就是頁手 第三題頁尾 最後是 這個第四個好像剛剛才做過 就是他的欄位在第一 標題列 這個比較難的應該是 這兩頁 頁手 顯示列印的日期 與工作表名稱 時間要間隔一個空白 所以有 顯示 然後呢 他說什麼 基數頁顯示在右側 偶數頁顯示在左側 所以基數右 右側 左側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 我們基數頁 我設定頁手 他說頁手的部分 他說呢 基數在右側 所以我們先設定右側 右側這邊是 先什麼 先日期 日期在哪裡 日期的話猜猜看 這個應該有吧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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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工作表名稱之間 需要一個半型空白 OK 基數在右 所以我們先基數 這應該是基數吧 然後空白 所以你按個空白鍵之後 然後再插入什麼呢 他的名稱 名稱的話就是這個 叫什麼 頁面 這個是檔案名稱 這個叫工作表名稱 按一下 其實他應該會顯示出一個 叫頁面 所謂標籤 記得這邊有個空白 好 那好了之後請你把這個 複製C 切到偶數地方把它貼到左邊 做一樣的事 OK 就完成了 記得中間一定要有個空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這個之後的話 頁尾 無論基數偶數中間都要顯示 中間顯示頁碼 所以按確定就可以了 頁尾的部分 無論基數偶數都在中間 頁碼的部分 可以猜出哪個是頁碼 這邊有個頁碼 放這裡 然後 所以一樣 這邊頁碼 中間 然後這邊一樣 中間頁碼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別的設定 均在中間顯示頁碼 沒錯 OK 那就得分了 這邊按確定就可以了 最後一樣 工作表裡面 列印標題列 一樣的動作 先選標題列 點一下 然後再指向它的第一列 點一下 會出現 1冒號1 前面加錢的符號 這樣就OK了 如果你要確保是正確的話 可以預覽列印看一下 這邊有 然後下一頁 下一頁也有 下一頁也有 每一頁都有 那表示OK了 最後你就把它另存 新檔 然後瀏覽一下 你就把它存成叫 EXA 然後 210 這樣的話 這一題就完成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